近日,蔡徐坤宣布与NBA停止合作后,有部分网络用户恶意散播蔡徐坤及家人的身份信息,并发表侮辱性言论。 对此,10月9日晚,蔡徐坤工作室通过微博发表严正声明,称此行为已严重侵犯了蔡徐坤先生的合法权益。 对此,我方提出强烈谴责,并要求涉事方尽快删除相关信息。 声明中还表示,我们再次重申,蔡徐坤先生及蔡徐坤工作室一如既往,不惧胁迫,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,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。